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黑 要上斜坡 下楼梯 她说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 还蛮害怕的 对啊 因为看不到眼前就是 有什么障碍物 然后很怕自己会跌倒 然后就所以每一步都走得特别小心 特别慢 这是文化大学每年都会举办的关怀州活动 现场有点字机 轮椅 及手语教学等体验活动 要让师生实际感受伸脏者的不便 为了拉近距离 小房安排伸脏学生担任工作人员 让我们慢慢服务那我觉得很化热 所以会很乐意然后帮助别人 现场还有身心障碍团体来摆摊一脉 学生也发挥爱心选购商品 要在寒冬中送暖 阳明教养院院生也以手语歌表达感谢 让全校所有的师生可以了解 那么这些生机障碍生 他们是有能力的 他自己可以学习成长 那么他不但可以学习成长之外 他还可以贡献社会 那么他是跟一般人是无异的 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希望师生和身心障碍学生在校园里 都能学习互相尊重 主动关怀 记者欧佩君 欧云荣张子佳台北报导 今年101的跨年烟火 还是跟去年一样 是维持218秒 不过特别不一样的是 找来了台北势力交响乐团来合作 制作融合东西元素的专属主题曲 不过受到鼎心风暴的影响 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烟火暂助商 从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地的四季开始 串联出台湾民众都朗朗上口的经典民谣 台北势力交响乐团演艺思想起 丢丢党再加上原住民吟唱作为结尾 这是今年台北101跨年烟火的主题曲 由金曲作曲家李哲义 以及马悠悠专辑的制作人 颜子茂联手打造 既然要外国人也能听懂 要能推广 要我们国内人也能认同的 那我们推到一个最原始的地方 就是当台湾起来的时候 各个民族融合 里面的艰辛跟苦难 首度这么大手笔打造烟火音乐 2015跨年 101还是维持跟去年一样 要放218秒的烟火 费用也跟去年一样 耗资3800万 不过似乎因为大股东顶心 卷入食安风暴 到现在还没找到烟火的赞助商 经费的部分我们还在努力 我们有几个非常有兴趣参加的单位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细节还没有谈定 101发言人表示 因为今年大楼已经满租 因此烟火结束后 也不会像往常一样打出赞助商的字样 也因此增加了拉赞助的难度 目前还在跟三家有兴趣的业者 磋商合作细节 不过就算最后没人赞助 101也会自行出资 释放跨年烟火 记者林总郭俊玲台北报道 针对台北市警务改革 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 三号接受专访的时候 抛出了考虑将派出所收起来 改用行动警备车的想法 而这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在事隔一天之后 柯文哲他改口说 并没有要裁撤派出所 只是抛出议题让大家来讨论 而警政署表示 过去曾经有实施过激动派出所 但是没有成功 派出所有其存在的必要 要审慎演绎 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后 对于市政有不同看法 三号接受媒体专访时 谈到台北市的警务改革 对台北市已经有14个警分局 警分局底下还有派出所 认为可以考虑将派出所收起来 改用行动警备车 称为行动派出所 民众要报案改去警分局 让报案有经济规模 事隔一天之后 柯文哲改口说 没有要裁撤派出所 只是抛出议题讨论 他人说裁撤派出所 所有派出所都裁掉 一定不是 这是人力的 还有那个报案 每个派出所都可以报案 好不好 一定不好 那economic scale就不对 那个经济规模就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不是说百分之百确定 我是说有这个 抛出一个议题 但这当然要从这个议题到实现 最快要半年以上 目前台北市有14个警分局 警分局下一共有94个派出所 警政署强调 过去曾经实验过 城镇型和乡村型的机动派出所 因为配套不足 宣告失败 警政署强调派出所不仅可以受理报案 还可以深入社区提供民众咨询 有其存在的必要 派出所有其存在的必要 要成立或者是要裁测 甚至于迁移一个派出所 需要审慎评估 对于柯文哲希望波纳110 三分钟警察就会到现场 警政署表示目前已经在做 虽然依照地方自治法 地方首长有权力裁撤派出所 但以警克文哲上任后 多方征询意见 审慎言议 不然以现在分局现有的办公空间 无法容纳所有警力 还需要增建相关设施 记者联系张国朗 那方子佳台北报道 强烈冷气团南下 全台气温奏降 让不少老人家出现了脑中风的急症 就医人数比平常多出了两倍 医生就提醒 除了注重保暖 更要随时观察脸部 双手还有语言的状态 三个小时内立刻送医 避免难以挽回的伤害 强烈大陆冷气团发威 影响全台 气象局预报 苗栗以北和宜兰空旷地区 越晚越冷 气温可能下滩10度 但不止北部冷嗖嗖 南部地区气温更是急降 4号台南出现最低温16度 换外套 围巾帽子全出动 尤其罹患慢性病的老人家 更吃不消 以前我们大概都是 一个月有20多个 最近因为天气变冷 可能一天都会有好几个 然后总共的患者 人数是增加非常多 光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的脑中风患者 以往每个月平均20人 最近两天气温骤降 救育人数多出两倍 医生提醒 除了实时关心问候家中长辈 把握黄金三小时 辨别中风症状 就能提高治愈机会 如果两边是不对称 这种有可能是 赶快叫救护车送来急诊 第二个就是说 手脚 看看两边是不是一样的力气 如果两边发现说 一边手脚手举起来 一手就会掉下去 这种单侧的无力 也可能是中风症状 也要赶快送来急诊 第三个就是讲话的状况 如果平常人讲话是正常的 他突然变得说 讲话口音不清 打舌头这样子 这种也可能是中风的现象 由于脑中风多数症状非典型 辨识上相对不易 但观察脸部 双手和说话能力 并尽快送医 仍是手药掌握重点 而随时注重保暖 更是入冬后三高患者 必备要见 记得理学员陈昇坤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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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